你编个故事给给你的宝宝好不好 因为我们那个司成啊 司成啊 之前老旁边老叨了一句话 叫那个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听过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那个故事吗 没有 那我来跟你讲一个 这句话是怎么来的一个故事 好的 您就是我的宝宝行啊 等会啊 你想想啊 哎呦 舌子出去打猎 好我可以讲过 但是稍微可能有有有点接吧 你就开始好 从前呢有一个美丽的国度 里边住着一个国王 然后还有一位特别有智慧的大臣 这个国王呢特别喜欢打猎 然后呢有一天他带着他的这帮大臣们 一块出去打猎 打着打着猎呢突然间出现一只大老虎 大老虎突然扑过来 把国王的小手指咬断了 天哪 这是给孩子讲故事吗 然后这时候那个大臣分的说 国王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国王一听就疯了 说啊 我出去只是打个猎 让我手指咬断了 怎么能是一切就是最好的安排 然后国王就把那个大臣打入了地牢 说要置他于死地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国王又去出去玩去了 然后这时候呢 他们走着走着走进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区域 这个区域是个食人族 他们那个食人族的人 把他们整个团队的人全都给抓起来了 他的将士跟卫兵都吃掉了 但是看到国王的时候 他们没有吃 因为他们食人族 不吃有残缺的人 国王这时候心里想 哦 原来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是因为 最开始 前边我断了这个手指头 然后后边 他不吃有残缺的这个人 所以 才变成了你要跟我说那句话 后来他就把那个大臣就给放出来了 跟大臣说 你看当时我没有明白你 我现在知道了 但是你在地牢里受那么多苦 这对于你来说并不是最好的安排啊 但是那个大臣说 如果 当时你没有把我打入地牢的话 这一次去出巡被食人族吃的 那些大臣里其中一个就是我 所以说对于我来说 这一切也是最好的安排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 生活之中有很多时候 面前的灾难 也许就是你未来的福分 所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谢谢各位 好 出来吧 你这给大人孩子讲的 我给他讲的 给师兄讲 给师兄讲可以 对